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因出血过量 导致生命危险 二 伤口照远红外线灯会感觉很紧绷 很胀 照久一点就会出血 只是暂时结痂干爽 一个小时候又会流出组织液凝固结痂在伤口上 底层还有浓水出不来 就会胀痛 并长出新的小肿粒往外扩 一周要两次用生姜泥加热后 垫保鲜膜 加暖贴 直接包扎温敷一两个小时后 才能清理这些农家 也能暂时缓解一些胀痛 否则很快伤口表面又会形成一层厚厚的农家 感觉痛一次 伤口就会长大一点 这种用生姜泥包扎去加的方法是否有问题 如果不用 我又该怎样解决这个伤口脏痛的问题 三 只要停止几天没有按推 就会经常半夜不同位置的抽痛 不能入睡 这样的大伤口怎样能够做到热能直达患出体伤的24小时温敷 2016年 2017年 2019年 2019年10月 2020年1月 2020年1月回家后 因为疫情 急加热的关系 不能再出去调理 身边没有帮手 自己处理不到位 所以 伤口反复恶化 越来越大 有减少 但是伤口变化不大 甚至还有再往外扩的现象 再有风扇 空调的环境 还是有比一般人较怕冷的现象 换出周围 几乎没有痛点 只是靠近乳头位置有一个痛点 有时按到会特别的痛 痛到不能接受的程度 有时自己由轻到重的慢慢按进去 就比较能够接受 但是每次按的时候 周边有结痂的位置会裂开出血 如果没有用棉花堵住 出血口止血 就会大量的 速度很快的一直流 不会自动止住 2020年3月 好 这个问得蛮详细的 所以我们就从他第一段开始问的 一来回答 好 这是一名十多年 已经十多年的乳癌患者 好 第一个 这个看到十多年的乳癌患者 我觉得起码证实了一点 体力好 即便是癌患者 也死不了的 这个也让我感触蛮深的 因为原始点之所以会研发 就是因为早期我太太 就是得了乳癌 她恶逼 恶逼其实不严重 而且我太太那时候正直壮年 体力还不错 所以当时候是相信西医 真的有办法 但开完刀半年后就 原味复发引触转移 然后开刀了总共前后三次 体力大幅下降 那生命也就差不多在两三年内就往生了 那这个患者 这样来看 他没有走西医的路 所以他也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过了十年了 十多年了 所以我一再讲 癌绝对不能去割 不能化疗 就是道理就是在指这个 你一旦破坏了 然后化疗 让人整个热能严重消耗 到最后即便癌细胞没有了 又如何呢 整个体力下降 可能你都也活不了 也就是我说的 到最后都预食俱焚 这不是最聪明的方法 那我们回归这一个患者的问题 他也没有用任何药物 然后2017年 他开始用原始点处理 那现在体力还好啦 也能够做家事 但他现在担心的就是伤口没有修复 而越来越大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他希望我能够看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伤口周围一直都很痒 他不像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 那他说只要摩擦到一点点皮就会裂开 而流出大量的血而止不住 然后伤口流完后还是脏脏的 也没有变小的 我因为我书上有写 大量出血后很多异常形态 有时候他就会进行修复而慢慢缩小 但是他没有 那如果继续他就担心了 继续流出大量鲜血 会不会导致生命危险 这也可能是很多人的疑惑 第一个他轻轻碰触就会流出血 表示他这里面就是我说的 他这个身体正在试图着找寻一个 就是破裂处或是窗口 也就是一个管道让他流出来 不要停留在体内 停留在体内肯定是好不了 那流出来这里因为他这里是早期的 我们一般比较不重视擦拭或清洗 早期是这样 我书本上也是这样写 但经过这一次我觉得 最大的原始点突破就是 现在已经了解 这些流出来的一定要清洗干净 那大家在说要不要止血啊 要不然流了那么多血 人体力会不会越来越弱 我告诉大家到目前为止 没有因为大量流血而有生命危险 我还没有看过 当然我有看过的就是 目前看到的暗脸就是 就是有人大量流血之后 他脸色变苍白 那我说的身体会自我去调理 那重点在哪里呢 他在流的过程中 因为你事先就要评估 你之前就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你一定要平常就要 含姜粉泥 然后还要温肤 还要运动 来加强体力 这个是对患者非常重要 那就不要再担心这些了 也就是你一定要先相信自己身体 他本来就有致意力 他不会让你流到这么危急的 那你平常又有在补充热源 所以他不会 他是寻求他正常 因为他本来体内 就有那么多应该流出来的血 而衣机在这个患处 或是组织衣机在这里 才会产生的 如果他没有 你那个血流一点点 他就止了 那如果有他就一定 身体会利用这个窗口 让他尽量来流出来 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好我们再来看他下一页 那他说用远红外线照射 会紧奔很脏 照久一点还会出血 这个在 其实我们在实际做 这些外热源在照射的时候 确实我们会流出组织 就好像我们在按推的时候 会流出组织一样 但你按推幻素会流出来 跟照射幻素流出来 意思是相同的 他对于紧奔还有脏的症的不适感 他是解决不了的 有这个紧奔还有脏的不适感 应该要按推原始痛点 也就是这些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所以我们说在处理这些病的时候 你按推一定要先按推怎么样 大开关 所以他一边照的过程中 我们上次有讲 在照的过程中 然后等皮肤温热了 然后你要处理窗口这些或脏痛的 你一定要先按推大开关 按推完 那对于不能解决的症或状 你再来按推幻素 这样就可以了 再从幻素找出痛点 那按推完 他有时候会流出血液或阻滋液 那流出来我们就要赶紧 甚至连照射都会流嘛 就要赶紧用龙姜汤 来让他伤口清洗干净 好 那这里就有讲 他光照 然后他可能流出的这些血液 或是阻滋液 没有清洗干净 所以很快就结痂 他也觉得很干爽 但一个小时候 又会流出血液 阻滋液凝固在伤口 底层还有溶水 就会脏痛 不是因为溶水流不出来 而产生脏痛 不是这样 这些脏痛 多属他处体伤 以我的经验 还是大开关没有解决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按推 大开关 对他处或患处体伤的症状 有没有帮助 绝对有 只是说 状患处体伤的症或状 他没有办法立即改善 所以我们是因为他没有立即改善 所以强调一定要再加强患处处理 而不是说大开关对患处是没有作用 不能这样讲 因为他涵盖的范围那么宽广 怎么会对患处没有作用呢 所以这里还是一句话 他流不出来会 反正感觉脏痛一定又是大开关的问题 就先把大开关按推开来 然后他说这些组织液很快凝结在伤口上 结痂在伤口上 这个现在我们 以我们现在的教学来看 这个是不对的 这些流不出来 底层流不出来的溶血 或是外表结痂的这些组织液 或血液 它会阻碍我们体伤的修复 甚至还会发臭 所以一定要赶紧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让这些创口保持畅通 也就是第一个要干爽之外 还要怎么样 透气 这个透气也蛮重要的 然后他说还会长出新的小肿力往外扩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 没有用浓浆汤把伤口清洗干净的道理 才会这样 然后又很快的用电热器把它照射 然后这些组织液或血液 就会结痂在伤口 造成这个病症的反反复复 甚至还一直往外扩的原因 第二点我就回答到这里 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里提到的一周要用两次用生姜泥加热 然后保鲜膜加软贴 用保鲜膜包扎再用软贴 那一两个小时才能清洗这些浓浆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样的处理方法是不好的 因为现在这些组织液都要立刻清洗干净 怎么会流到第二次再来用这样的处理 而且现在也有窗口也不能再用生姜泥或保鲜膜包扎 这些都不适合了 我们已经讲过了 现在只要有窗口姜粉姜粉泥姜汤 只能选用溶姜汤 而姜粉或姜粉泥都在窗口上不能使用 好那胀痛的问题还是我说的 就是他素体伤没有解决 跟这些患处应该没有直接关系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个就是说他只要停止没有按堆 就会抽痛到不能入睡 这个应该是他素体伤引起的 跟伤口的患处无关 他说怎么样来达到24小时温敷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像他常常痛一下就会流出血液或阻滋液 那就是一天要多次的就是温敷 也就用电热器来照射 然后一边要按推原始痛点还有患处痛点 然后流出血液或阻滋液一定要立刻 用溶姜汤清洗干净 然后这样一天来回几次之后 然后在睡觉前如果用电热器或眼红外线 放在患处直接照射 那整页就可以进行温敷了 这样应该就够了 我们看下一页 这些图片可以说这些 因为他是从20162017一路累积 事实上原始点它真正在发展 要按推换处开始是从2018年以后 然后更强调直达体伤位置将的应用 好我们继续看下来 好那这些按推还有要不要清洗的问题 也是经过这样到应该是最近才解决 那之前有人用清水清洗我们都担心 我们说可以清洗但要立刻怎么样 用电热吹风机早期是这样讲 立刻把它吹干也就是不要有湿 早期也有这种概念 但没有强调这些组织液或血液 保持干净把它清洗干净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这个会影响到后来的修复 那干爽透气这个在我们2020年已经都有讲了 那患者应该也有做 这个患者应该是组织液跟血液没有清洗干净 然后又用旧的方法去包扎 也没有保持透气 这个就会让这些反复 然后他还有一点他也是在问 他说但是他只有我们看了这么大片 他后面有讲好我们开始来看文字 他有一些问题 痛到不能入睡那就是原始痛点 应该没有解决掉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义工也有帮他按 然后他一直强调他的伤口变化不大 就是我说的那个如果没有清洗干净 然后让里面的血液或处置液流的干净 那是不行的 但我相信志工跟他本身 都你看第一个他已经问出来 他说血液如果流很多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你看都会怕那会怕的话都在消耗热能 表示志工没有跟他讲清楚 然后他本身也有一点怀疑 事实上这是双方面的 如果志工如果很笃定的 这些没有问题 血液本来就会流的 要跟他讲清楚 那让患者心里能够安心一点 那质疑他说在空调或风扇 他还是会有怕冷 那表示他还是会怕冷 我们就说嘛 只要有异常疲惫啊 或怕冷这种感觉 那应该还是属重病患者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他有说啊 这个乳头周围在患处啊 有一个痛点 好像其他就没有 以我的经验啊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为什么他这么大片啊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痛点呢 这里周围一定还有患处 还可以找到痛点 好所以这里我担心 而且他那个疼痛脏啊 都反反复复 包括大开关好像也没有解决 所以我在怀疑操作者 的手法有问题 也就是他的大开关 没有真正把它解决 所以才会让他反复 然后心里没有踏实感 然后患处又只找到 乳头的一个痛点 这个不可思议啊 这么大片我到目前为止 做了一些乳癌患者 好像如果说做到后来 还没有痛点我相信 但如果这么大片还没有好 而且还在扩散中 然后怎么只有一个痛点 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会从这一段文字 开始来看出 操作者本身的观念 不是很坚定的 不能让患者安心 然后他还担心血流多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胡思乱想的想法就出来了 然后这些脏痛也没有帮他解决 患处痛点也只有一个痛点 所以我就会怀疑 那操作者是不是本身 观念还有手法上 也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他后面有讲 如果没有用棉花堵住血口止血 就会大量速度一直在流 不会自动止住的 我们早期都有看过 很多血液是喷出来 甚至流了一大碗 这个我们也看过 一定会止的 然后用棉花去堵住他 情况会变得更糟啊 他这些本来应该排除出来的废水 在我看法废血或废水 我们就把它当作好像那个水沟 那这个污水 你看他流的很多 你就怕了就把它堵住了 他还是堵在里面 那对伤口还是会怎么样 你堵住了他伤口不但不会好 而且还会越来越大 这就我认为就是应该最重要的观念 出了问题 所以我才说 刚刚才说 这个是犯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那表示操作者本身 还有患者本身两者 我认为都有指得检讨的地方 也就是操作的人 他对原始点的概念是不清楚 要不然遇到这样 那如果他也跟操作者讲 操作者又任由他这样去堵住 或是怕流血多 那这个是不对的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所以他里面 还是有一些血液或组织液 没有流干净的 那这个一定要让他流出来 不会有事的 所以患者不能再用这样的思维 自己吓自己 我说常常讲 癌常常是自我害怕 吓死的多 事实上 他流出来的过程是一个很正常的恶化现象 我们上一次也有提了 所以流出多 反而应该高兴 怎么会开始往负面的想法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